每年的松子丰收的时候 东北的松子丰收的时候 都会传出来 打松子的工人做氢气球飘走了 好多人不明白 为什么打松子需要做氢气球 后来我还看了一个视频 专门介绍这个事情 就是底下的拿棍子打 高处的呢上不去 竖针的转 踢太高 那么如果做这个氢气球的话 就比较简单 做的那个升到一定高度 和树冠一样高 那么拿棍子打非常方便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安全问题怎么解决 如果你见过它那个气球的话 你就会明白 氢气球的上升力是一定的 然后呢 前后左右呢 是有电带带 这个电驱动的螺旋桨来控制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上升和下降怎么办 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 没有具体讲这个 肯定有人家的办法 但是每年都有工人 最后脱离了束缚 应该是下面有一根绳 来 来约束它 至于为什么飞走了 飘走了 估计呢 是这个绳子 脱落 氢气球 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 很笨重的东西 很笨 但不重啊 很笨 每年都有飘走 说明每年 他们都不接受这个教训啊 相关的安全措施 还是不到位 当然说了 安全措施 是由相关部门来 理定的 我们不能 只能出了问题 就抓 谁是谁 出问题了 你应该赔多少钱 或者是 你应该交多少罚款 那么今年这一次 又飘走了一个工人 说实话 之前认为飘 工人坐 氢气球 飘走 是一个 比较浪漫的事情 即使是有危险 也是 浪漫当中的意外 比如说 在土耳其 不是有热气球吗 其实隔几年呀 就有人因为 做热气球 出意外 掉下来摔死 但是依然 会有人 或者说是很多人 排着队 去做那个热气球 浪漫 对不对 所以我们觉得 做氢气球 飘走 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 其实呢 你看到实物以后 你就知道了 非常的危险 氢气球很简陋 固定锁很简陋 不然的话 就不可能 每年都会飘走 最后呢 就是它的定位系统 它的操纵系统 也是很原始 只能说有 否则的话 也不会造成 飘走这么个事实 也就是说 他们用了一个 很危险的 很粗糙的 原始的一个工具 让自己进行高空的 无保险作业 无防护作业 所以飘走是 意料当中的事情 关键是 飘走以后怎么办 那么今年 去年的时候 有飘走几天的 今年也是 飘走了好几天 你要知道 它飘走以后 越飘越高 高空是很冷的 高空非常冷 氧气不足 气压不够 温度超低 你要吗 这里边有几个死法 请原谅我说的这种 就是有几个 让你非常危险的 这种状况 缺氧 你会由于缺氧而死 这个气压不够 你会有得知低压病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寒冷 你会由于湿温而去世 他这个飘了两天两夜 你会饿死啊 你好几天不吃饭 你不休息 又吓又害怕 我也很奇怪 东北到底有多大 是吧 你飘了两天两夜 居然没人发现你 很奇怪 对不对 最终呢 这个人在气球 由于上高处 氢气球就变小了 胜利就变小了 然后氢气球落下来 但是呢 死活落不了地 这时候这个人 迫于无奈 从氢气球上跳了下来 据说呀 跳下来的时候 有十几米 你说十几米 十二三米 是吧 这也叫 可以就叫 可以叫十几米了 十二米的话 你就是四层楼 五层楼啊 下来以后啊 造成了严重的损伤 据说是脾脏啊 受了伤了 老板只给了多少钱呢 非常的让人听到以后 让人非常的气愤 老板只给了三万块钱 三万块钱够干什么的 住院费够不够 别说啊 你脾脏啊 就是脾啊 受伤之后 破裂之后的手术费 住院费够不够 这还两可 所以说啊 所以说 坐氢气球 飘走这个事情 不是浪漫 绝不是浪漫 而是生死攸关 生死一线 最后呢 才给赔三万块钱 我不知道 这个事到底怎么解决 现在已经上了热搜 当地政府怎么看 老板怎么看 法律工作者 怎么看 有工会啊 对吧 我们有工会啊 这些都是 都是正经八百人 比如法院 你比如说工会 有这个什么保护协 保护 劳动者保护协会 这些人都是 需要有作为的 就算是他们不管 家属一纸 诉状 把他告到法院 我想也不会说 仅仅是三万块钱 就要把这个事了了 所以呢 我建议啊 一个 你说打松子 不让用氢气球 那不可能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 氢气球飘走以后 怎么办的一个应急措施 比如说 氢气球飘走了 我们把他这个氢气球 扎上一个相对小的口子 把氢气放掉一部分 是不是他就会慢慢的落地 即使不是慢慢的落地 是不是也比你跳下来 受的伤害要小很多 因为现在过了很多年 我们发现 飘走这个事一直解决不了 那么我们就让他落下来 是吧 既然升上去你管不了 落下来 我们总要想个办法吧 目前看 没有 为什么 可能是觉得氢气球比较贵吧 我就想 氢气球贵 有人贵吗 你觉得三万块钱 能把这个事了了 所以你才舍不得你的氢气球 我想这三万块钱 是不是氢气球的价钱呀 所以说 所以说 赔必须要多赔 受伤这个事 没有几十万 你不能了 不能让这个事结束了 那就很简单 只要这个事的赔偿 超过五十万 你放心 所有的氢气球 一个安全措施 肯定会到位 一个 它会应该有一个自降措施 我自己能降下来的一个办法 不然的话 你等着看 明年 松子大收获 继续有工人 飘走 当地政府 也得伸出你的援助之手 你不能任由这种事情 每年用工人 做 做氢气球 飘走 来给你们当地的松子做广告 这是拿人命 这是拿鲜血去染呀 所以说 所以说 我这就说两句 就是当地的政府 是不是应该有所作为 不能年年传这种新闻 年年治理不到位 年年发通报 年年做检查 年年定措施 年年执行不了 年年飘走 人家最后还只赔三万 这他妈叫打脸 你知道吗 打谁的脸呢 不仅仅是打病人的脸 打工人的脸 也打监管人员的脸 人家就赶出三万块钱 你问他们家的摩托车多少钱 他们家的汽车多少钱 你再问问他们家的清气球多少钱 还有这么办事的 确实让人感觉到 不符合东北人民豪爽 大气的这个风格 这里边到底有什么猫腻呢 现在还不知道 也许将来有人会把这个猫腻调查清楚 但是目前我们只能看到这个事情的 非常不堪的一面 也许背后有什么光辉的灯 光辉的事情 是吧 我们还不知道 只能用实践来解答这些事情 好 这次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我是洪水里的鱼 一个体路工人 再见